大家好,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孟婆,今天孟婆给大家介绍一部中国恐怖电影《红楼》,这部电影根据抗战时期七夕事变,潘加古被日本人整个屠村的事件改编。 电影开始,一个白胡子爷爷晚上在图书馆被一个红衣女鬼吓死,几天之后,白胡子爷爷的孙子大力哥来到图书馆,知道爷爷在看一本叫《红楼》的书,书间有一张黑白女人的照片,时间回到民国时期,大力哥的父亲和几个老友正坐在一起商量孩子的感情室。 说着说着,几个人就一起玩了蝶仙,晚上大力哥的父亲就做了噩梦,一个叫胡思仁的老头通过让他给自己建在的家人脱个话,让家人将他好好安葬,还给他留下三个姻缘作为谢礼。 第二天,父亲白天醒来真的看到三个姻缘,但是因为自己脱不开身,于是就让儿子大力哥去办这件事。 大力哥在学校的朋友眼镜哥听到后,表示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,于是想要帮助大力哥,但被大力哥拒绝了。 而且大力哥一向不信这种鬼神之说,但是为了逃避父亲安排给自己的乡亲,大力哥只能去了胡家。 没想到去到胡家后,发现环境竟真的如父亲所说,拉护人家还有一个女儿胡妹和一个老母。 为了表达谢意的胡妹来到大力哥家里道谢,同时胡妹想要找到他爹的尸首,大力哥好人做到底,况且又是一个大妹子要寻求帮助。 大力哥当仁不让地决定帮助胡妹一起寻找,因为天色已晚,于是大力哥就收留了胡妹。 第二天,大力哥带着胡妹来找二叔帮忙,于是几个人就开始寻找胡妹父亲尸首,可是直到晚上,几个人也没有找到。 而且大力哥和胡妹还与二叔走散了,之后大力哥和胡妹跌跌撞撞来到太平间,居然在这里发现了濒临死亡的二叔。 二人被吓得不轻,只听二叔说了一句快去红楼,大力哥和胡妹就被吓得赶紧回家了。 大力哥的同学,盈盈的父亲是高官,于是大力哥就找到了盈盈帮忙,盈盈一直心中暗暗爱慕大力哥。 大力哥请求帮忙,盈盈自然不会推脱,当天就带着胡妹去了父亲那里,说明了来意。 盈盈的父亲一听也来了兴趣,答应调查这件事。 晚上,大力哥做噩梦,看到一只红衣女鬼。 第二天,大力哥想要进红楼调查,于是为了调查案子,盈盈的父亲已经把红楼封锁了起来。 盈盈的父亲让胡妹先回家,可是却被大力哥阻拦了下来。 晚上,大力哥带着胡妹躲过警察的视线进入红楼调查,发现红楼里很多实验用品,还有一张鬼脸和一个死人,两人吓得落荒而逃。 出来以后被警察抓了起来,可是因为盈盈的父亲是高官,所以两人很快就出来了。 出来迎接他们的朋友中,眼镜哥顺便给胡妹拍了张照片。 回到胡家的大力哥和胡妹,还有盈盈,发现几个蒙面人被杀死,还留下了一个盒子和一把钥匙。 于是晚上一行人又来到红楼,刚进楼,一个同伴就被几个黑衣人杀死,剩下的人连忙躲了起来。 紧接着,他们在红楼里发现很多窟窿和化学用品,墙上还有很多内脏照片。 在这里,胡妹终于找到了他爹的尸首,原来他爹的尸体一直被人用来做药理实验。 正在这时,红楼中出现很多黑衣人,盈盈逃脱不及被杀死。 其实这是日本人做人体实验的地方,而盈盈的父亲是日本人,事情败露以后他也自杀了。 最后胡妹也离开了,之后大狸哥再去胡家找胡妹的时候,发现整个胡家谷都美人了。 原来早在几年前,胡家谷就被日本人整个图村了。 这部电影剧情紧凑,恐怖悬疑七分到位,结局引人深思,值得一看。 好了,这部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